华联监理站站长李东霖三号前往事工所 拜会市长魏佳燕 讨论要在事工所设置便民柜台 让市民可以就近接洽换照的简便业务 同时也针对华联市开办的幸福巴士政策 做意见交流 市长魏佳燕乐意提供场地增加民众的便利性 至于幸福巴士的设置 还要做细节的评估及研拟 华联监理站站长李东霖三号前往事工所 拜会市长魏佳燕 讨论要在事工所设置便民柜台 让市民可以就近洽办换照等简便的业务 同时也针对华联市开办幸福巴士政策 做意见交流与讨论 监理单位也是找这个机会来拜访一下市长 看他对我们监理业务 是否需要我们的一些精进跟协助 在对华联市民的一些服务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花联地区 幸福巴士大概有13个乡镇 有10个乡镇已经有幸福巴士了 那花联市呢 因为这个地方交通便利 还有各种的医院 还有这个诊所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花联市在暂时 比较没有考虑 所以我们这一次希望来这里 看看市长对花联市的一个幸福巴士 有没有一个可以去为民众来服务的地方 市长温嘉燕表示 乐意提供场域来增加民众的便利性 今天也感谢我们监理站的李东霖站长 也带着我们所有监理站的一些主管 来到花联市公所做访问 那刚刚也有讨论到 为了辨明花联市民 也希望在花联市公所做一个服务站 那服务站的有一些方向就可能有 包括高龄的换照 然后还有微电车的换排 甚至于说未来在花联高工 都可以设置考机车驾照的一个场所 那嘉燕这边是非常乐观其成 那花联市公所也会全力的配合 那我们将这三项的业务 未来能够结合在花联市 也希望说大家就不用跑到吉安的监理站了 那也希望能够达到便利的一个效果 至于幸福巴士的设置 还要考量到需求性及使用性 市公所要做进一步的研议与评估 将与监理站做详细讨论之后 再来考量是否能够执行 绝对会幻视报道